我们说了刘进荣从一名越战英雄转变成黑帮头目的过程 也说了在黑帮成立以后刘进荣所犯下的第一起案子 那今天我们就从他的第二起案子开始说起 1988年9月末 刘进荣带领13名黑帮骨干杀到了东方市的三甲矿区 要求交保护费 矿区经理王玉平秦外祥等人 以为来的又是敲诈勒索的小流氓 就带着四个高大的矿工到门口来阻打 可出来以后 经理王玉平看见刘进荣是杀气腾腾 知道情况不对 正准备赔个笑脸说个笑话 可谁知道刘进荣二话不说 拿起火药枪直接就是一枪 把两人当场给打倒 经理王玉平秦外祥两人倒在血泊当中痛苦的挣扎着 剩下的四名不知所措的高大的矿工也跟着被一顿暴打 把这四人打得头破血流 全都受了重伤 刘进荣地挥舞着长刀大骂道 我们是东方帮 老子就是刘进荣 谁不想活就跟我们对着干 其余的几十个工人全都吓得不敢抵抗 只能是老老实实地交出钱 在抢劫了十多万现金以后 刘进荣扬长而去 这次作案加上第一次作案 两次总共抢劫到了二十多万 刘进荣欣喜若狂 知道这是有了做大案的本签 刘进荣本人 他知道自己做了这两个案子 警察很快就会注意到他 那现在急需要做的 就是扩大他们东方黑帮的实力 此时他们有二十多人 在刘进荣看来 人数是够了 侦察兵向来都强调 人在精而不在多 没用的小喽喽 人在多也没什么用 刘进荣觉得 目前他们只有砍刀和火药枪 横行金矿 对付工人是足够了 可一旦遇到军警 肯定就是不堪一击 所以他们必须买军用的枪支 海南岛 尤其是他们所在的东方石 距离越南仅仅只有一海之隔 两地的渔民经常在同一片海域捕鱼 海上走私非常的猖獗 越南经过几十年的战争 民间有大量枪支 普通渔民家也往往都藏有老旧的枪械和手榴弹 买枪 其实并不困难 刘进荣派手下找到专门走私枪支的越南枪贩子 花了十多万购买了二十支军用手枪 几十枚手榴弹 跟大量的弹药 这些手枪主要都是中国援助给越南的五四式和六四式手枪 虽然都是旧枪 但是性能还是很不错的 不亚于海南警方的装备 这有了枪支以后 刘进荣他们可就完全不同了 在海南的东方市 地广人稀 村子分散 少数民族又多 情况非常复杂 而且当地警力严重不足 一般一个乡镇只有几个民警 要负责上万人 从户籍到邻里纠纷在内的大小事情 根本就忙不过来 至于武器上 一般在公安局里锁着一到两把手枪 每把手枪配备三十多发子弹 仅此而已 那换句话说 刘进荣他们一伙二十多人 扫平一个乡镇派出所 简直就是小意思 刘进荣等人起初是长期躲藏在森林中 住山洞和帐篷 只有在作案时才会出林子 可自从有了武装以后 他们就敢公然的回到村子里居住 甚至还敢直接和警察对抗 东方市的三名协警 吴群帝 陈友和壮少文 曾经追查一起盗契案 就追到了刘进荣的老家 东方镇家头村 这起盗契案和刘进荣 倒是没什么关系 他目前也已经看不上这些小案子了 而这三个协警 他们也不知道刘进荣和东方黑帮 现在就在村子里 因为他们还在外面的森林里流窜 所以也就大胆的进入了家头村 此时刘进荣正在家里睡觉 突然有个小弟跟他报告 说有三个警察进了村智宝主任家 刘进荣这一听 以为是来抓他的 二话不说 带着十几个人拿着手枪手榴弹 把三个协警堵在村智宝主任家 本来刘进荣想把这三个警察打死 结果一看原来是三个手无寸铁的协警 也就失去了兴趣 于是十几个小弟冲上去 把三个协警从智宝主任家拖出来 拖到村里大街上 然后这群歹徒用手榴弹和手枪的拖子 猛砸他们的头和裆部 把他们打得一个个的都爬不起来 就这样 刘进荣还不满意 他用五四式手枪对准三名协警 每人的大腿一人一枪 然后扬长而去 临走之前 刘进荣还狂妄的对协警说 告诉你们局长 我就是刘进荣 我等着他来抓我呢 以后你们别来家头村 不然我见一个就打一个 这三名协警被打成重伤 这大大的震惊了东方市 在1988年末 东方市警方开始部署对刘进荣的抓捕 此时 东方市的警力也不过只有几十个人 有枪二三十支 根本不足以对付刘进荣 他们二十多人的武装匪徒团伙 在打伤警察以后 刘进荣带着十多个部下暂时躲进森林 在森林的几个小村子之间来回游走 这里是属于东方市和昌江县的交界处 一旦东方市警方突然过来抓捕 刘进荣他们就暂时逃到昌江 等到昌江的警方过来抓他们 他们就在躲回东方市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因为在当年警察的地域观念是很强的 没人会离开自己的辖区去抓犯人 那如此一来 刘进荣实际上根本就无法被抓不到 再往后 更甚至刘进荣还反客为主主动出击 1989年1月18号下午 刘进荣带着十多名骨干出山 公然的袭击了梁战和广霸乡派出所 派出所里只有一名写警师班 看见刘进荣他们十多个人持枪而来 吓得翻墙赶快逃走 去寻求支援 此时局里正好来了一位报案的群众 怕被刘进荣误以为是警察 吓得连忙跪在地上磕头解释 这群胆大包天的歹徒 居然就把梁战跟派出所全都给砸毁了 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甚至还砸开了公安局的枪柜 抢走了一把七七式手枪和若干发子弹 更可气的是在临走之前刘进荣居然还亲手写信留在公安局里 信上写道 我就是东方帮的刘进荣 连公安局都敢砸 这样的恶人还有谁敢招惹呀 渐渐的 刘进荣在东方市和周边几个县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 东方 长江 乐东县等十多个金矿的矿主都不敢抵抗 纷纷的缴纳巨额保护费 偶尔有些金矿矿主试图抵抗 立即就会遭到刘进荣的血腥杀戮 凡是敢得罪刘进荣的矿主 轻则毒打一顿 重则直接打残 甚至打死 于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内 刘进荣的黑帮先后作案十五起 杀死五人 重伤十七人 轻伤上百人 被殴打的无辜群众更是数不胜数 敲诈抢劫了数百万元 利用这些赃款 刘进荣购买了对讲机 望远镜 吉普车 摩托车等等军队制式化装备 由于嫌手枪火力不足 刘进荣还高价从越南购买了V型冲锋枪等等这样的武器 他们的火力甚至是超过了警方 俨然是自成一派 要成立一个小国的架势 由于自知数大招风 刘进荣在几个森林中的村子里都修建了自己的秘密住所 还包养了几个情妇 慢慢的犯罪所得利益巨大 整个东方黑帮的大小喽啰都穿金带银 在乡间耀武扬威 引起了一堆穷困青年的羡慕 也都纷纷的加入 于是东方黑帮的规模只日益扩大 此时已经拥有了七十多人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刘进荣还专门训练了四个心腹手下 作为自己的贴身保镖 每次出山视察 刘进荣都前呼后拥 鹤枪实弹的保镖也都杀起腾腾 清场开刀 刘进荣所到之处 动辄就挥舞着手枪教训 我们就是东方的黑帮 政府也管不着 从1988年到1992年 刘进荣整整嚣张了四年之久 形同当地的第二政府 无恶不作 到处打砸抢烧 东方市的警方对他们无可奈何 普通乡镇民警也畏惧东方黑帮的这些亡命之徒 根本对付不了他们 被打死打伤的上百名群众都纷纷的举报 举报信像雪片一样 寄到东方市公安局 寄到海南省公安厅 甚至到北京的公安部 由于刘进荣的团伙过于嚣张 小消息传遍了海南直至全国 海南群众都说 五指山上又有了土匪 听说有好几百人 打家劫舍 什么都干 一时间 地方民众恐惧 也严重的影响了海南的旅游和商业 不过 好消息是 此时中央政府已经准备 从1992年开始 大力开发海南 务必要解决刘进荣团伙 保证海南社会治安的稳定 所以在1991年10月 公安部将刘进荣团伙案件 列为海南头号大案 海南省公安厅厅长胡志华亲自指示 务必摧毁这个全国罕见的恶性武装团伙 在当年也成立了专案组调动全省的精兵强将 务必在92年打掉刘进荣 1992年4月份 武警海南总队签发命令 针对刘进荣案件 按编制组建特勤分队 所谓特勤分队 也就是从全国的武警中挑选精兵强将 组成最精锐的部队 专门对付这个刘进荣的团伙 而且由于刘进荣团伙十分强悍 警方还展开了大练兵运动 从92年10月份开始 武警特勤分队和全省机动部队 陆续投入了以歼灭刘进荣团伙为背景的野战生存 热带丛林坚卜战术 夜战 巷战 射击 观察 攀登 越野等等等等 紧急适应性的训练和士兵演练 为了对付一个民间的黑社会团伙 如此大动干戈 这是海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也是在我国历史上十分的罕见的 由此可见 刘进荣团伙之强大 连警方都畏惧三分 公安厅经过再三研究 认为刘进荣团伙行动诡异 以森林为掩护很难被发现 这一带地形又十分的复杂 森林面积十分辽阔 派部队强攻 恐怕连刘进荣在哪都难以找到 那如此看来 还是必须要派卧底潜伏进去 获得一手情报 经过详细部署 两名东方市本地的复原军人 以加入东方黑帮 一起发财为理由 潜伏到了刘进荣的身边 在这两名卧底中 其中一个复原军人最为关键 他的名字叫做刘进明 跟刘进荣只差一个字 而且刘进明和刘进荣 俩人关系还不一般 这俩人本来是同村的亲戚 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很不错 后来刘进明搬到邻村居住 又和刘进荣同一年当了兵 刘进明在复原以后 上面安排他做东方镇的治安巡逻员 相当于今天的邪警 而刘进明平时去村里居住 偶尔才回老家 可刘进荣就没有了什么来往 所以刘进荣对刘进明 是完全不知情的 以为他一直在镇子里面打工 一切都准备就绪 在征求刘进明本人同意之后 警方装作刘进明严重伪计 把他给开除 刘进明在装作无法在镇里继续的生活 回到老家务农 所以很快的就跟邻村的刘进荣见面了 然后他跟刘进荣说 我要加入东方黑帮 由于是小时候的伙伴 刘进荣对刘进明很有好感 而且大家都是复原军人 比较有话说 再加上刘进明刻意的巴结奉承 他很快的就被刘进荣列为黑帮的骨干分子 刘进明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揣摩刘进荣的心理 发现他愤世嫉俗 于是就经常的跟他一起 骂政府 不管退伍军人 这样时间长了 刘进荣就把刘进明当作知音 经常在一起喝酒 在别人看来 这俩人是亲如兄弟 就这样 刘进明跟另一个卧底 向警方提供了大量的轻帮 1992年10月份 对刘进荣团伙已经了如指掌的海南省公安厅 决定收网 一举要抓捕刘进荣团伙的主要成员 10月1号当天 根据卧底刘进明提供的情况 警方分多路出击 冲向刘进荣可能的几个藏身点 第一路就是昌江县公安局 刑志谋副局长所带领的20多名干警 他们在晚上10点扑向积差乡大扔村 根据情报 刘进荣当晚很可能在这里过夜 于是民警们全副武装 潜入村子破门而入 可遗憾的是 这处藏身点里并没有刘进荣 只抓到了团伙的二号人物陈小张 这陈小张虽然是号称狗头军师 但和刘进荣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 远不及民警的身手 他当时虽然是带了一个手榴弹 但却根本没有来得及投掷 就被民警直接给按倒在了床上 另外两路民警在武警配合下 对其他两个村子进行了突袭 同样的也只抓到了刘进荣的 其中一个贴身保镖和几个情妇 在随后的几天里 警方又四处出击 抓住了刘进荣团伙的骨干成员 十多个人 在期间甚至发生了几次枪战 击伤了几名歹徒 但却始终都没有找到刘进荣本人 就在警方疑惑不解的时候 突然就接到了卧底刘进荣的报告 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行动之前 狡诈的刘进荣意外的识破了警方安排的另一个卧底 立即把他开枪杀害 把尸体丢进了林间的一条小溪里面 并且还缴获了卧底随身携带的对讲机 刘进荣在当侦察兵时 其中有一项训练就是通过窃听越军对讲机 来判断敌人的远近动向 警方用的是马兰式HX260 150兆的对讲机 非常老旧 一共只有几个频道 接收范围也十分有限 那通过对讲内容 刘进荣不但掌握了警方所有动向 还能够轻松的判断警方距离他有多远 所以在每次抓捕之前 刘进荣都能够顺利的逃走 不过好在卧底刘进荣还在 由于他的关键信息 警方又有几次差点抓住刘进荣 负责和刘进荣单线联络的红警官回忆说 在1992年10月的一个晚上 刘进荣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 说刘进荣等人正在东方昌化江和南瑶河口的交界处活动 那里是一片山林 是案情多发地 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抓到他们 在接到情报以后 省公安厅两名侦察员和红警官 以及另外一个民警 第二天就赶到那里 埋伏在了南瑶河对面 用望远镜进行观察 结果很快就发现 的确有人在走动 但是由于分辨不出是犯罪分子还是老百姓 所以他们没有轻举妄动 之后他们就把这里的情况向指挥部进行了汇报 在指挥部得到消息以后 当天晚上十一点 围捕小组九个人就带上手枪和冲锋枪进住了这片山林 埋伏在了附近俄勒村的一个山沟里 离犯罪分子经常出没的小路非常的近 刘进明提供的情报非常准确 刘进荣团伙的确就在这里活动 并且带有手枪和冲锋枪 为了不打草惊蛇 维捕小组在山林里潜伏了一个晚上 但到了第二天早上九点钟 他们却接到情报说 刘进荣等人其实早就发现了警方埋伏在附近 但因为怕火力不够不敢跟警方干起来 所以就秘密的离开了山林 此时由于旧的对讲机已经不能再使用 所以警方立即更换了最新型对讲机 于是在随后半年里 刘进荣无法通过窃听来获得警方动向了 这一点让刘进荣十分的疑惑 他十分好奇 警方怎么会知道他在窃听呢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肯定有内鬼在通风报信 当时还有七八个骨干在跟随刘进荣逃窜 而对对讲机最为熟悉的 莫过于当过兵的刘进荣 狡诈的刘进荣对刘进荣高度怀疑 于是他下了一个套 在家头村附近的一个山沟里进行躲藏的时候 刘进荣故意谎称要去昌江县的王夏乡过夜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进明等三个人 而随后他又悄悄的通知另外两个人 今晚要在另外的一个山沟过夜 却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刘进明 于是刘进明用秘密对讲机偷偷向警方汇报的情况 当晚警方就扑向了王夏乡实施抓捕 结果却发现王夏乡没有人 那至此就彻底的证实了刘进明就是内鬼 于是在第二天刘进荣指挥部下突然把刘进明按倒 用绳索捆绑起来 在刘进荣交代一番之后 让几个人把刘进明装进麻袋 然后丢到了昌华家 当天警方发现刘进明没有跟他们联系 知道情况不好 立即出动大量武警四面搜山 不过一无所获 直到十天之后 一个渔民偶然发现在江边有个麻袋 打开之后 才发现是刘进明的遗体 不过此时已经腐烂发臭了 刘进明在牺牲时年仅三十岁 而狡猾的刘进荣 却依然逍遥发